她穿进小说中成为貌美如花又强大的女主 却被岌岌无名的路人甲抢走了三个男主 婚睡三个月后 刚醒来的她就受到了未婚夫的退婚 向她宣誓效忠的骑士撤回自己的誓言 就连为她献上心脏的男配也撤回了一个心脏 这本是浪漫魔幻题材的小说 女孩是帝国百年难遇的治愈天才 作为公爵之女的她和男主本是政治联姻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两个人 因为魔王的复活点燃了他们的爱情之火 原来不久前魔王复活 帝国派出顶级的四人小队去讨伐她 其中就包括作为骑士团长的男主和奶妈女主 随行的还有两个深爱女主的两个男配 因为男主有主角光环 这两人只能甘心退居二线 战胜魔王后男女主角就会举行婚礼 再次醒来的女主也没想到昏迷 醒来迎接她的是退婚的要求 男人皱着眉头站在她面前一脸不耐烦 丝毫不掩饰她不想待在这的想法 只有女孩还在回忆两人的点点滴滴 还在猛逼中 却被对方无情地打断 我爱上了别人 你想要多少钱才会离开我 她留下退婚书就转身离开 不过却被女孩叫住 她微笑地伸手让前男友过来 当然 这不是如男主所愿的友好告别握手 女孩扬起沙包大的拳头 抚摸她的脸 让她瞬间猛圈 女孩得意洋洋地看着她 虽然手疼 但心里痛快了一些 你做了欠揍的事 不会心胸狭隘的 还想打回来吧 男人最好整理好衣服离开 千叮万主 不让这个暴力女来自己的婚礼 徒留女孩独自落寞 前世只有孤单的自己 来到这里有了恋人和朋友 现在没有了恋人 至少还有朋友 想到这里 她也豁然开朗 可是爱着她的男配一号 也来告诉她 自己喜欢上别的女孩 而且还和夺走 自己男友的女孩同名 尽管女主告诉她 这个人跟前 男友订婚的消息 她也义无反顾 没想到猎夫早就知道 即使如此 也要撤回向女主宣誓的 歧视宣言 投奔去戈瑞斯的怀抱 雨孩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笑着祝她幸福 她知道两人的友谊 也走到了尽头 只能笑着告别 但是有些不理解 为何依恩和 猎夫怎么都迷上了同一个人 和猎夫分道扬镳后 她回想着昏睡之前 这剧情都很正常 怎么就忽然扭曲了呢 这时迈克也来到她的面前 她的目的是要 回送给女主的心脏 她之前信誓旦旦说 这颗心脏会守护女主一辈子 现在却一副把东西 放在女主这保管的样子 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她要送给谁 雨孩直接点破 让她有些震惊 甚至怀疑自己被偷偷调查了 而女孩有些伤心 男人们同时陷入爱河 夺走他们的心的人 却是小说中的路人甲 雨孩还记得 她之前为了采药掉下山崖 是迈克变身成龙救了她 因为害怕她在受伤 迈克坚决把龙之心 送给女孩保护她 可是在小说中 她采药时候很顺利 为什么她会掉下悬崖 还在凯旋的时候昏迷了呢 她决定调查一下这个路人甲 因为她有些生气 虽然之前也是为了 让小说正常进行 可是她付出的感情 都化为泡影 她在魔王战中付出的辛苦 也会成为白打工 她经历的所有 都成为别人的嫁衣 让她很不爽 不管是男主们 真的变心的还是 戈瑞斯有问题 她必须要知道原因 羽孩一觉醒来 被夺走一切 不仅为婚夫一清别恋 就连两个好友 也不做她的男配了 最离谱的 还是三个人同时爱上 两原著中 岌岌无名的路人甲 就算是三胞胎审美 也不可能如此一致 她觉得问题 出在那个人身上 可是派人调查的结果 却没有丝毫异常 她不敢相信 三个人同时变心 毕竟讨伐魔王的时候 三人眼中还只有自己 一次她因为路面失滑 不小心摔倒 三人同时向她伸出手 而她坚定地选择了未婚夫 虽然这样 另外两人可能会伤心 但是作为朋友 不能给他们期望 而现在 他们的关心 都属于戈瑞斯了 这让赛洛很生气 她刚穿越过来 就被迫去讨伐魔王 甚至连作为公爵女儿的 美好生活 都没来得及体验 就要去队伍里 天为被地为床 天天冰水洗脸 还得饿了 啃硬面包 这些她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还收获了爱情和友谊 本来是以她和男主 结婚结尾的 故事却被突然出现的 戈瑞斯打乱了 在她昏迷的期间 被窃取了劳动果实 虽然她这辈子 也不是非烟不可 但至少要确认 是不是戈瑞斯动了手脚 所以她特地 拜托家族的情报公会 暗地调查戈瑞斯 很快副会长 就送来了调查结果 可是调查的内容 没有异常 吉利安告诉她 唯一的异常 也只是三个 月前戈瑞斯就频繁地 跟着三个男人见面 但这也是那三个男人主动的 这一点 赛洛也听说了 在打败魔王的庆功宴会上 他们四人才初次见面 而她因为昏迷 没有参加 宴会持续的一周内 三人都围绕在戈瑞斯身旁 难道真的是在这期间 他们变心了吗 现在一点线索 都没有赛洛憋屈的咬手指 为了让小姐开心起来 贴心的女仆询问 要不要吃点好吃的 改变下心情 赛洛的吃货之火 瞬间燃烧掉所有的不悦 立刻就想去常去的 那家甜品店 刚来到门口 就遇到了前守护 骑士猎夫 赛洛看着守在门口的男人 从他的表情中 就能猜出来 戈瑞斯在里面 半个钟头前 戈瑞斯和伊恩约会的 时候执意要来 女主常去的甜品店 他本来不想去 和前女友常去的地方 可是现女友脸色黑下来 你是还想着他吗 所以不想和我去 是不是心里没有我 伊恩熬不过 只能同意 抱着一脸得意的戈瑞斯 只是无巧不成书 今天赛洛也来了 但是他可不会躲着戈瑞斯 错的是变心的伊恩和小三 他没理由回避 正好也看看 是什么妖艳货色 能让三个人神魂颠倒 推开门的一瞬间 就看到三人的心团丑 他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在赛洛面前炫耀 猎夫也像护载的老母鸡一样 护在他身前 伊恩也把赛洛 当成欺负自己女友的坏女人 他决定不再执着 三人变心的原因 反正都是他们做错了这个气 他才不受 你们脸皮这么厚吗 堂堂正正的出轨 还昭告天下 即使不知休 也要有个限度 伊恩气急败坏地 离开戈瑞斯临行前 还不忘宣誓 主权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 你不要太委屈 围绕在戈瑞斯身边的人 虽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对戈瑞斯心动 即使这次 猎夫和麦克 也只能默默守护 可是想到赛洛的心情 根本来不及 细想就被戈瑞斯 天使般的嗓音蛊惑 你们快点 一起来吃甜点啊 这一瞬间 其他混乱的感情 都烟消云散 他们都更加确定 心里喜欢的是戈瑞斯 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 赛洛也不再纠结 与他们的缘分 在小说中 结局是自己和伊恩结婚 事后的人生 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与其想这些糟心的事 不如开始新的生活 与主被路人甲 抢走了男主和男配 但是他也没有多难过 因为他还有个 爱护家人的温柔老父亲 与其去争男人 不如好好体验下贵族生活 不过外面报纸上 却把他传承 躲在家中 舔是伤口的病猫 在刚穿越来的时候 父亲救 极力劝阻女儿 去参加讨伐魔王 不过每个父亲 都扭不过自己的女儿 而他等回来的 却是昏睡的女儿 这三个月 他一直在寻找名医 终于等到了女儿苏醒 他决定好好感受 从未体会过的父爱 这个因为女儿 不想吃饭 就会一起饿住 自己的老父亲 比其他男人们好多了 听说他差点就提刀 跟伊恩讲理去了 赛洛丢掉手中的造谣的报纸 沉浸在酥酥麻麻的 幸福生活中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指责他未婚夫出轨 还大摇大摆地出现 这让他心里暖洋洋的 之前的执着 也是因为穿越 过来接触的 只有那三个人 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交新朋友 虽然他穿越之前的原主 在别人眼中形象不好 现在他可以让大家 改变看法 这时就出现一个神秘美男 赛洛确信 这不是小说中 主要的男角色 可是看着有些眼熟 就是想不起来再打见过 很快两人就能正式见面 赛洛在回家的路上 遭遇狼群 但是他这个勇者 只是奶妈 没什么战斗能力 于是刚刚见过的美男 成为他的救命恩人 当男人走近后 他才看清这张脸 终于想起他的身份 可是他应该早就尬了才脸 还是他亲自操刀 几个月前 他们讨伐魔王之后 赛洛独自在城堡 寻找丢失的短剑 在魔王倒下的地方 发现一个躺着的男人 他突然睁开眼 身上还散发恐怖的气息 赛洛为了阻止魔王复活 抬手及时补刀 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魔王已经作为救命恩人 住进家里 他依旧记得 赛洛昏迷前说的那句话 你为什么说我已经死了 赛洛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总不能告诉他 他就是魔王 而且他看起来 一无所知的样子 就像是失忆了 为了家里人的安全 赛洛只想快点 把这个温神送祝 可是魔王为了寻找 自己的身世 缠上了他 甚至想在公爵家 放一把火 威胁他说出来 看着他得意的脸 赛洛也只能坚决装作 不认识他 看着如此嘴硬的少女魔王 早就做好 打吃酒战的准备 反正公爵已经答应 让他常住 赛洛也只能忍一忍 去找父亲 看能不能破产免赛 给魔王点金钱 报答救命之恩 但是父亲听到外面的人 都叫他贫民库的英雄 也认为他是优秀的人才 就应该留在家里 结个善缘 并且提醒女儿 要记住贵族的义务 赛洛为了家人的安全 本想亲口告诉父亲事情 可是魔王这两个字 好像背 封印一样说不出来 也写不出来 他只能自己再想办法 把魔王赶出家门 依恩收到他送来的 索赔信件后 大吵大闹地闯进来 就连赛洛嘲讽他 没有礼数也背 歪歪成 他对自己于情未了 在嫉妒 赛洛眼看跟这个恋爱 脑无法交流 直接进入正题 反正自己家不差钱 除了他讨伐魔王用的宝剑 什么赔偿都不会接受 依恩对这把日后 会成为圣剑的宝物 一无所知 便答应这个提议 愤愤出门 还念在旧情上 警告女主 不要再缠上来 出门遇到魔王大人 还让他不要挡路 仿佛所有路 都他家修的一样 当然魔王可不会惯着他 当场回击 是他太矮了 才让人看不到 依恩气得差点 跳起来打魔王膝盖 看着两人交谈着 离开开始有些 极度前女友 这么快就有了新欢 他一觉醒来 未婚夫和男配们 都被无名配角抢走了 怎么想都不可能 发生的事情就这样 发生了 而且怎么查 也找不到原因 莫名其妙的三个人 突然一起变心了 不知道三个月前 突然复活的魔王 和突然出现的小三 有没有联系 他决定放弃这三段友谊 拿到未婚夫的赔偿 自己享受 富家小姐的人生就好了 可是人生哪有一帆风顺 被他嘎掉的魔王失忆后 缠上了他 为了从他口中 得知身世甚至热心 但想帮他除掉 移情别恋的渣男 如果那个家伙惹你心烦 我乐意帮你做掉他 反正也是举手之劳 赛洛听了更加心烦意乱 魔王的本性 就连复活后也改变不了 就算讨厌他 也没到需要让他赔命的地步 可是他刚刚的表情 就是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魔王以为 能把这个当作交易条件了 这搞得赛洛更加心累 也确信魔王铁了心 想从自己口中 知道自己的身世 晚上睡不着的赛洛 路过魔王的房间 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喘息声 原来每当午夜 魔王就要忍耐尊心的疼痛 他执着于自己的来历 就是希望 找回记忆这种痛苦 能够消失 看着地上流血的魔王 赛洛心中天人交战 要不要救他 如果在他面前暴露治愈术 他会不会找回记忆 但又不能对恩人见死不救 经过一番挣扎 赛洛还是打算帮他一次 唯有治愈能力 先帮你处理伤口 可是魔王很抗拒别人的接触 抓住他的手阻止他靠近 而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他感觉神清气爽 这个女人比什么要都管用 三个月前他从野外醒来 问了见过的所有人 都没人认识他 他发现自己有特殊能力 还会在午夜被疼痛煎熬 他一直想知道原因 来消除痛苦 找到记忆 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个看起来 人是自己的女人 竟然能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所以他抓住就不想松手 拉进怀里 就询问他 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管用 赛洛摸着被磕到的额头 也一头雾水 坦言只是要给他治疗 看着一无所知的赛洛魔王 让他拉着手治疗 毕竟只要松开手疼痛 就会再次找上门来 这暧昧的姿势就连赶来的 医生都没眼看 想要逃离现场 第二天 伊恩如约送来了 讨伐魔王的绑剑 赛洛正沉浸在他华丽的颜值中 魔王就不请自来 医生说他的伤口是受伤后 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才裂开的 而那个伤口 就是赛洛三个月前留下的 他试探地说 桌上的剑就是打败魔王的圣剑 想看看魔王的反应 魔王只是轻描淡写地 呜了一声明显对剑不感兴趣 这是你的配剑吗 他显然对剑主人更感兴趣 不知是上次你遇见 那个金发男人的配剑 魔王听了眼神微眯 语气冷了下来 他来了吗 你就这样放他走了 赛洛把圣剑仔细地包起来 心情愉悦 回答他只是把东西快递过来而已 那个男人此时应该在家 非要欺诈 果然伊恩在家生闷气 伊恩用那把剑打败魔王后 就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可能是吸收了魔王的力量 可他还没来得及探索 就被前女友抢走了 而前女友还找个来历不明 那嚣张家伙企图让自己嫉妒 这时戈瑞斯来找他约会 他都没忍住对女友发了火 看到戈瑞斯被弃走之后 他甚至无法正常思考 为什么离开的戈瑞斯 对他影响这么大 与此同时 赛洛终于等到了好消息 之前一直赖在家里的魔王 终于打算一个月之后离开 只不过这一个月之内 他要每晚跟魔王牵手手 只有这样魔王的痛苦才能消失 虽然赛洛很不情愿 但是这也是让他离开的机会 不然父亲真的会让他一直住下去 他又担心魔王 在一个月内找回记忆该怎么办 于是两人约法三章 以后不能伤害他周围的人 也不能被人发现 两人每天晚上见面 没想到魔王竟然会顺移 这就是半夜进淑女卧室 不被发现的诀窍 赛洛握住魔王的手 觉得半夜 优惠的是坚持一个月没有问题 现在的他并没有做过坏事 反而帮助不少人 可是魔王并不会放手 一个月只是增进友谊的小手段 他绝对不会离开这根救命稻草 就这样一周以后魔王养成 那跟女主一起吃饭的好习惯 本来魔王是不需要吃饭的 如今每天都叫赛洛一起餐餐不辣 甚至一大早就把他从床上薅起来 在餐桌上睡觉 饭后的魔王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 他对所有东西都感到好奇 无论是鸽子蚂蚁他都不认识 就连谈恋爱的侍女 他都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赛洛只感觉尴尬 解释着那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做的事 终于吉利安的拜访把赛洛挤救出来 他送来的调查结果依旧平平无奇 关于魔王和戈瑞斯都没有特别的消息 虽然家族的情报工作在全国数一数二 可是他依旧觉得不正常 怎么会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呢 虽然信任这个会长 是不是找别的工会试试看更好呢 吉利安离开后 他发现沙发上留下一张纸条 赛洛拿起来询问是不是吉利安落下的 没想到他反应很激烈 一把抢过纸条 就连赛洛调侃是不是情书 他都不否认 看着匆匆离开的吉利安 赛洛开始回想纸条上的内容 上面画着一个陌生的魔法阵 还写着戈瑞斯的名字 吉利安到底在偷偷隐瞒什么 女主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男人们跟野女人跑了 他们同时迷恋上小说中没出现过的人 在他昏迷的三个月到底发生过什么 他一直没有停止调查突然出现的戈瑞斯 最重要的是复活后的魔王缠上了他 魔王也是在三个月前复活 不知道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 失忆的魔王虽然察觉到自己不像人类 可是对人类也没有恶意 他会帮助弱小 甚至每天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别人 赛洛也感觉不可思议 魔王竟然享受被需要的感觉 难道失忆的魔王可以改变吗 自从救过女主后失忆的魔王 就赖在家里不肯走 几乎占用赛洛所有的时间 他刚抽空思考戈瑞斯的情报 又听说魔王在惹事 明明说好了不可以让周围的人受伤 他还是伤了爵士 我拜托你的事很难吗 赛洛气不打一处来 脑子一根筋的魔王也不多加解释 只一句让那家伙如愿以偿 其他让女主去猜 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赛洛 希望他一个月后遵守约定离开 根本没注意到他也受伤了 直到晚上侍女看不下去 刻意替魔王解释 他奉命监视魔王 所以清楚他的一举一动 刚才他们决斗魔王也受了伤 齐音也是公爵说难听的话挑衅 当然单纯的魔王是听不懂误言晦语的 他明白的也只有公爵拔剑提出的决斗申请 赛洛得知这场普通的决斗也是 确实靠着羊沙子才伤到魔王的 才意识到自己太有色眼睛看人了 一直等到午夜 也没见到魔王的影子 赛洛开始担心他的伤势 决定亲自去看看 此时的魔王跟个兽气包一样 独自在床边忍受痛苦 即使这样也不去服软 赛洛解开他的外套确认伤势 当看到他胳膊上的心伤更加自责 抓起他的手主动认错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没听清楚的魔王还想再听一遍 心情很好后要求再说一遍 感觉不错后还要再加一遍 终于两人都心情舒畅 关系开始缓和 单纯的魔王开始设套 让女主不要总叫他喂 熟悉了直接叫名字比较好 可是他叫什么赛洛 还真不知道总不能叫他魔王 那你给我起一个名字吧 魔王提议出门在外 不能人人都叫自己喂 那叫蛋怎么样 女主出手必然有一个 配得上魔王的名字 另一边爵士败点魔王 本来就很受打击 可是赛洛和他的父亲也站 在魔王这边让他更无地自容 爵士本来就基于主人家的小姐 知道自己比不上一恩公爵 如今随便一个叫花子都压了 在自己头上让他如何不弃 第二天赛洛根据记忆中的魔法阵 出来查消息 留下一身怨念的担自己在家 可是在羊皮纸上画的魔法阵 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很多商店都没有存货 商人提议他去沃克商店看看 那里的老板比较见多识广 沃克听到赛洛的描述 只能推断出使用 那种古老方法的人 肯定有隐瞒的事情 答应赛洛会帮忙查查 临行前还一位深长地提醒他 要注意身体 这让身体健康的赛洛更加疑惑 被勇者们解决掉的魔王 竟然复活了 而且还缠上了女主 女主抛下他独自去逛街后 他只能自己出来找乐子 他回到几个月前醒来的棚户区 遇到了个凡人的朋友 他叽叽喳喳 跟在诞生后也引不起对方的注意 当他问到公爵家的千金 和传闻中一样美骂 但忽然停下脚步 美 他不知道美是什么 只知道他乡路边的花 让人忍不住驻足凝视 他头一次从朋友口中得知 赛洛是救援者 知道四名救援 只屠杀魔王的事情 跟着赛洛的脚步 也来到服装店 老板黏着一眼 就相中了诞的气质 给赛洛是衣服的时候 也忍不住偷描 一旁等待的魔王也并不无聊 看着宫女眼睛都直了 忍不住跟侍女搭话 赛洛很美吗 那大家看到她 都会心里痒痒的吗 小姐美是当然的 可是后一句问的侍女 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难道但先生喜欢上小姐了 老板娘也没让绅士干等着 正好店里有一件 量错尺寸做出的衣服 由于是给皇室制作 倒是异常华丽 但穿在身上非常合身 赛洛只好替她买单 赛洛和戈瑞斯 真是冤家路窄 在服装店定制件衣服 都能遇到 跟她同行的还有迈克 但是预约制的服装店可不是 随便来个人 就帮忙做衣服的 老板娘扭头就去 陪有预约的客人是衣服了 我凑你知道我是谁吗 戈瑞斯正想发火 想到还要在迈克面前当淑女 只好转身撒娇 我 没关系的 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赛洛就在旁边看她一眼 没想到还能惹祸上身 迈克瞟了她一眼就让前女性 朋友帮现任女性朋友定做衣服 而且还是给前男友的未婚妻 做结婚礼服 反正只是小事一桩 看在我们旧日的情分上 你就动动嘴的事 瓦特 赛洛感觉一万只羊駝 在眼前跑过 这是前两天 找自己绝交的人 能说出的话吗 小姐想要的 不多自己拿走了吗 这次也试试看吧 但挡在赛洛面前 也挡住了白毛的咄咄逼人 你算什么东西没看见我在跟赛洛说话 这种对女士没有礼数的人 但也不跟他废话 一只手就给他拎起来 多亏有赛洛制止 才没给他扔出去 掉在地上的白毛 还想当场打一架 连龙的力量都要使出来 到此为止吧 不要伤害到无辜的普通人 他可不想担暴露魔王的身份 被弹压制的迈克 只能带着女友灰溜溜地离开 因为他也知道打不过 临行前赛洛叫住戈瑞斯 为不能帮他定做裙子道歉 不过也提醒他 不可能得到跟救援者一样的待遇 你为什么会挡在我前面 你又不是我的骑士 赛洛提出自己的疑问 善良的魔王表示自己单纯的见义勇威 他已经从朋友那里听说赛洛 被其他救援者背叛的事情 需要我帮你除掉他吗 按赛洛提出自己的疑问